自今年4月第一起逃犯在张学友演唱会上被抓事件至今 已经累计有数十名逃犯在演唱会期间落网 张学友也因此被网友寄以逃犯克星之名 歌神便补神 不过有类似遭遇到可不止张学友一个 近日在与腾讯一线的对话中 王霓虹就回忆 自己刚刚出道的时候来内地开演唱会 因为当时还没有网络售票 预售渠道也很少 大部分歌迷都是拿着现金现场买票 就有劫匪来打劫 抢工作人员收钱的箱子 而除了房劫匪 还得防止有人用假钞买票 王霓虹笑称好几个城市都碰到这种情况 我的印象很深刻 他感慨还是科技进步好 现在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王霓虹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还说自己也有烦恼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比较会孤独 脑子会想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结婚之后有了家庭失活就好很多了 特别简单的事情都可以笑到肚子痛 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一起出去跑步 孩子们还很小 他们会使劲的跑 但是不是那么快 但是他们喜欢在外面跑 我们下线的事情都可以说